欢迎收听教育不一样节目 本节目每周六上午8点 在好家庭联播网 台中古典音乐台FM97.7 台北Bravo FM91.3联合播出 还有Podcast上也可以听到哦 我是蓝伟音 今天要进行的是科系不一样的主题 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聊聊 森林学系的永续实践 邀请到的是国立中心大学森林学系的系主任 吴志宏教授 主任早安 早 伟音早 以及各位听众大家早 森林学系是以保护全球环境 与确保自然资源的永续为目标 藉由森林生态的系统的知识跟经营的技术 增加森林的生态 还有物种保育的价值 去保护并提升森林环境的品质 以达到自然资源多元功能的永续利用 森林不仅是人类发展重要的资源 也是人类生活环境稳定的重要一环 更可以透过我们跟森林的互动 提升生活与生命的品质 我想我们今天可以从教授的分享里头 对于森林学系有更多的认识 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集哦 好 那因为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也有跟主任谈 我自己的叔叔刚好也是中心的森林系毕业的 所以我一直对中心森林有很 很强烈的印象 就是因为我去参观过系馆 然后尤其是跟森林系的人出去野外玩很特别 他就可以从头到尾一直跟你介绍这是什么树 所以我咬人猫是从叔叔那里认识来 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去西头 就是因为我不会只是去踏听 我会记得西头有哪些重要的自然资源跟知识 那我一直觉得森林系的人很厉害 因为在我来看外面的树都是树 然后草就是草 怎么能够分这么多区别 那我觉得不仅要对这个东西很认识 然后而且念森林其实要蛮勇敢的 因为其实大自然虽然它很奥秘 可是它也很危险 那当然讲了这么多 我很想要问教授的就是 到底在台湾啊森林系 有哪些主要的一些相关的科系跟类别呢 好那陈如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那森林系的学生真的是 三万五一样样都要会了 那事实上的话台湾的森林相关的学系 从北中南都有 台湾地区的话总共有六个学校八个系所 其中的话北部就有三所大学 那中部的话有一间 那以及南部的话有两所学校 其中北部的学校的话 主要是国立台湾大学的森林环境自然学系 以及国立宜然大学跟中国文化大学的森林 即自然资源学系 那北部这三所学校的森林系 它是没有分属的 然后中部地区的话是以中心大学森林系为主 我们的系里面的话大概分为两个组别 是林学组跟木材科学组 那这两个组别的话是一进来的时候就分别招生 跟北部的学校不太一样 那南部的话主要有两所学校 分别是国立嘉义大学跟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这两个学校又比较特别 它把整个森林系拆成两个系所 那以嘉义大学来讲的话分为所谓的森林技自然学系 以及木质材料与设计学系 屏东科技大学的话分为森林系跟木材科学与设计系 所以听起来很多 一个是看起来一个就是真的对森林的了解 比较学理上 另外一个比较应用性的 就是因为刚刚听了好几次在讲木材木材 还有资源的运用 那当然我想这几年因为大家对于环境的意识更高了 不仅是休闲 其实我们对于自然资源的使用 不管是如何用跟能用什么 好像又有更多的研究 所以到底整个森林系的发展 从过去到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好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那我大概从我的观点来探讨 这个部分的话大概可以从几个面向来讨论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学科内容的扩充部分 那我们知道过去的话 森林学系主要是关注在林产生产跟管理 强调木材的生产跟利用 那我想这个有它的时代背景 但是随着环境的变迁跟永续发展的需求的增加 那森林学系的学科内容逐渐扩充 包括说我们加入了一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野生动物的经营管理 气候变迁 森林游乐 森林疗愈 甚至是可持续的天然之彩的有效利用 跟生殖人员这方面 那第二个的话可以从研究重点的转变来看 过去的话森林系主要研究的 还是集中在林产生产技术跟森林经营管理上面 但是近年来的话研究重点逐渐的转向 生物多样性啊气候变迁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的近年碳排 然后循环农业跟木材 其他的剩余之材的有效利用等议题 来回应全球的永续发展的需求 第三个的话可以从教学方向改变来探讨 过去的教学大概主要是以讲授为主 注重的话是理论知识的传授 但是现在的森林学系的话 更注重整个实践性的教学方法 比如说我们寒暑教的话 有野外的实习课 那大部分的我们的必修课 包括有实验课 那而且的话在教学上面的话 我们多采用的是问题导向的学习方式 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 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点的话可以从业界的合作来看 过去森林系的话 大概跟业界的合作是比较有限的 学术研究跟业界之间的联系是比较薄弱 但是近年来的话 我们积极跟业界建立伙伴关系 这关系的话可以是透过学系 或者是老师个人来展开一些合作的研究 然后提供一些实习机会跟技术转移 来促进整个学术研究的实践应用 跟技术的创新 不过我觉得听众们有听完以后 一定跟我说 天啊我以为森林就是森林 我就听完很多 因为好像就是很单纯的孩子们 可能要接触出去旅游啊休闲 好像又有所谓的森林的保育 林业的管理 是 好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可以想象的 可是大家就会开始听到的是 诶近林排探的东西 好可能又有生殖能源 原来要怎么样从他取得能源 那刚刚其实主任又提到 好像只用听的没有用 这一代的孩子 他真的要解决的是问题 所以我们花了更多力气 是我没有孩子讲给你听 你应该要出去解决问题 对吧 好然后最后又提到 一定要跟业界合作 对所以其实跟业界合作这件事 可能就会让森林系 可能走出某种小圈圈 我觉得回到真实世界 这样讲不是说森林系 不在真实世界 森林系是不在很多人的世界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会羡慕森林系 就是哇你好棒 每天都可以去森林走 可是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 其实从刚刚主任讲了这么多 我就在想的就是 那表示系上的老师 应该什么样的专场的都有 因为我其实在看中心自己的那个课程 我其实还没有特别去看其他系的 我其实就只有单纯看中心森林的内容 我就发现天哪 教授专场也太多了吧 我觉得太多就是 其实真的就是包含刚刚主任提到的这些 那我有点好奇 就是说教授提到的这些专场里头 有真的有一些是跟森林有关的学历 那有的也是直接比较属于应用性的 或衍生的一些相关的技术 所以在这些里头 可不可以特别跟我们谈的是 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即便时代在怎么转变 你反正进到我们森林系 大概就一定要会的东西 可是有一些东西可能真的会随着 时代有一些不同的转变呢 好简单来讲好了 那森林系的基础核心的话 其实就是把树种好 把森林经营好 以及这些森林资源 它收获下来的木材 或者是生殖材料 如何去有效的利用 我想这是它最主要的基础核心 那所以在这个基础核心下面的话 我来看一下 我刚刚提到中心大学 大概分为两个组 在林学组方面的话 从过去到现在不变的 大概就是有森林生态学 树木学 树木学可能听众不了解 事实上树木学就是在教同学们 如何去辨识树种 以及遗传学 玉林学跟森林经营 那因为这些内容的话 是跟森林学的基础学科 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 功能是相互关系的 所以这些是不变的 那另外对于木材科学组来讲的话 包括有木材组织学 木材物理 木材化学 资像造子 焦合剂 复合材料 以及木材利用等等 那因为这些内容 是木材科学的基础学科 主要是拿来研究木材的结构性质 加工跟应用 所以这些的话也是过去到现在都不变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转变 那森林学系的课程跟研究内容 主要有下面几个方向 有做一些增加或者是改变 那首先的话是在森林生态保育方面 主要的话是要因应森林保护跟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需求 日益增加 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上面的话 也加入了一些野生动物的经营管理 保育生物学 都市林业 森林环境学 或者是森林生物多样性等等 那第二个的话在森林经营管理方面 这部分的话也是随着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重视 跟对休闲活动的需求 然后以及森林油气跟生态旅游逐渐的兴起 所以我们在课程规划或是研究方向里面 也导入了所谓的森林游乐 生态旅游 森林景观经营 森林志愿评价 以及永续休闲管理等等课程 第三个的话是从森林生物材料科学方面 这个部分的话主要是要扣合当前的静林碳排 循环农业以及剩余资产的有效利用等议题 所以我们在课程规划以及研究方向里面 也导入了刚所提到的生殖能源 木质结构的设计学 以及天然材料的保存跟改质 当然也包括一些生物碳 粗液的制造跟应用 以及天然药物的开发等等 甚至也包括木材跟紫质的文物保存跟修复 所以很多 那我问一下 所以主任你自己主要的专长 我的专长主要是着重在生物复合材料的开发 跟功能性复合材料的开发 那它会用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现在桌子 大概就是生物复合材料的一种 那包括我们这间录音室的这些音箱啊等等 都是生物复合材料 所以它不是一般所谓的木材 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木头木头木头 对吧 所以它既然还就是木头 我砍下来做就好了 那到底这个东西 它背后有什么原理需要了解 木头的话 你想想看 如果说以餐桌好了 如果你要用实木的话 势必它所需要的林木的禁忌 要非常大 那林木禁忌很大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你势必要砍一些天然林 但是天然林的话 我们认为不应该砍伐的 我们主要是要以经济林的砍伐为主 那经济林砍伐的话 它的进取就受限 那你如何把小的木材 变成是一个大的一个物件 那这就需要一些附的材料的开发 意思就是说 我还是会砍那些实木 但我不会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木头 都是好大一个很粗 我可能只截某一段做一张桌子 可是剩的就没用 那现在反而是我可能找其中一部分的材料 我再加其他的材料 把它变成可能比较轻 可是功能性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 我们一样会有用桌子 可是我们可能真正用到的木材比例 其实是比以前减少的 或者是来自于一些 我们制裁完之后这些 我们所说的下脚料 它可能本来是要废弃的 我们可以把它剩余制裁 变成是有效的利用 把它变成是一个复合材料 也比较便宜吗 比较便宜 OK 所以它可以再利用 就会变得比较便宜 那我顺便又想到一件事情 森林不一定是在森林里 都市里头的这些树 也是森林系管的吗 对 所以行道树也是 那个部分也是 在我们的森林系的一个范畴里面 因为我前几天一个朋友 他就在他自己的脸书 很生气的去拍 因为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好了 所有的树都被斩首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OK还是不OK的 因为一般人看到就会觉得 树长得这么高 你怎么把它的头砍掉了 理论上在修剪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方式 那断头式的检法 其实是很不OK的 但是目前来讲 我们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操作方式 主要原因是它好私做 那事实上这样的做法 其实对行道树的管理 对于一些修饰来讲的话 其实都不是非常好 会不会影响它的生长 当然会影响生长 那再来的话就是它整个的外形 跟它的功能性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公园处里头 应该要聘森林系的人 才知道该怎么修剪 而不是找那个会施工的任而已 对所以表示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对这件事感到愤怒 其实还是有某种道理的 因为我发现大家都很在意周围的环境 因为其实树要长那么高 真的不太容易 那刚刚其实在讲的这个课程的后面 其实也听到一段一直不断的提的 就是永续这件事 我其实有一个好奇是 到底是森林系主动去想到 我们可以做永续的事 还是开始发现永续这件事很夯 或者是业界开始在讨论这些事情 我们好像从合作中才开始去发展 永续的事情 就这个主动或被动的关系 在当时的这一套东西发展的时候 是怎么发生的 我想永续的发展是整个经济活动下 不得不走向的一个趋势 那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从整个历史的轨迹的脉络 可以看得到 包括说我们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 造成现在的一个温室效应 然后地球软化的问题 这些的话是你不得不赶快积极去运作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着手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就会从如何去减碳 如何去走向永续发展 那我想这部分的话 在森林系里面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森林大概是可以扮演整个温室气体 减碳跟排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系 所以学生在学 像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一个是怎么利用木材好了 或者森林可以去转换我们某些生产原料好了 或者是说透过这些东西怎么产生我们需要的绿色能源好了 但是关于所谓的 你刚刚讲的 比如说吸收温室气体 那这部分我们想的就是 如果今天不是用那个二氧化碳吸收的技术啊 那森林系能做的事不就是多种树而已吗 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吗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从气候变迁跟森林的碳吸水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森林的话主要是透过二氧化碳的吸收 然后去合成它的一个木质材料 那这部分它其实对于整个地球的一个温室气体的变化 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 那森林系的话 其实它可以做的就是从国内的森林的碳汇 碳汇的话就是碳储存的一个场所 那以及树木它的碳吸存 其实在不同的树种 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去透过这样的研究 去了解国内森林的碳汇跟碳吸存的相关研究 那学生的话就可以学习 如何去评估森林的碳汇跟碳吸存的能力 来了解森林跟气候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刚才突发奇想一个问题 我就一直在问主任一些口考的问题 我刚想了一个突发奇想就是 当然大气是流动的 那到底是比如说全台湾种多少树就好了 森林有多少面积就好 还是其实不能这样想 比如说一个台中市以他的人口 跟产业会产生的废弃 好不管是交通运输的工具 或者是产业产生的废弃好了 整个台中市就应该要有多少树木 能够去平衡这个事情 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因为我刚想的就是到底是每个区域 应该依据它的状况 种多少比例的树 还是整个台湾有多少树就好了 这个部分的话可以从几个部分来探讨 因为刚刚主持人其实有提到 因为整个环境它是没有盖子的 整个空气是流通的 那所以如果是站在全球的视野来看的话 那当然就是以全球的森林的面积为主 多造森林当然对全球的气候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如果是以区域性的方向来着手的话 那当然就是以区域性的造林跟种树为主 那这样的话对于该地区的空气品质 就会有一定的效应 但是对全球来讲的话 还是要以全球的布局来看 所以有两个 就是一个是以全球的责任 我还是要多重 但是以都市人 比如说以生活品质来讲 我还是要照顾区域性的东西 所以其实各县市应该在做都市规划的时候 也需要森林系的人 没错 这要算嘛对不对 算一算跟你讲说 不对我们现在的树少几棵 或者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树都被斩首了 叶子也不见了 哇本来树勿够 结果没叶子了 好像也做不到这件事情 越讲越觉得 越觉得生理系超级重要 好像什么事 我们其实都蛮需要的 那当然我回到一个就是 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 而且跟我们的现在跟未来息息相关 可是事实上好像台湾大部分人 对于这个领域没有这么认识 或者好像也没有那么在意 坦白讲台湾的产业就是单一化 所有理工的人就冲去 我如果可以去园区就去园区 那你怎么看待其实在台湾 其实这样的人才整个培育 其实是有它很重要的地方呢 我想森林学系的人才培育 对台湾或者是全球的气候变迁的一体 非常重要了 那以下的话 是我对于森林学系的人才培育 对台湾重要性的看法 第一个刚刚我们一再提的碳吸存 跟碳排放 刚刚也提到了森林是重要的碳吸存器 它能够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 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跟变迁 那森林学系的人才培育的话 刚好可以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跟技术 来研究如何最大限度的提升 台湾森林的碳吸存能力 以及如何去减少碳排放 比如说透过森林保护 森林再造 以及木质材料的有效利用 跟循环利用等等 来贡献于整个减缓气候的变迁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的 就是水资源的保护跟调节 我们知道森林是水的故乡 那森林在水纹的循环中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有助于维持水资源的供应 跟调节水流 那森林系的人才培育 刚好可以研究跟实践森林管理策略 来确保我们的水源地的保护 那以及水资源的永续利用 并且可以有效的对应 极端气候事件所带来的风险 第三个的话是我们刚刚也没提到的 就是自然灾害风险的管理 因为气候变迁增加了一些 自然灾害的频率跟严重性 比如说台风土石流跟森林火灾等等 那森林学系的人才培育的话 可以学习如何去评估跟管理 这些森林对于自然灾害风险的影响 来制定相关的一些防灾 跟风险管理的策略 以减少自然灾害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第四个的话是生态系统保护跟富裕 那我想气候变迁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 许多物种面临的一些生存的威胁 那所以森林学系的人才培育 刚好可以致力于保护跟富裕森林生态系统 包括一些物种的保护 或者是生态系统的修复 以及气地保护等等 来维护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 所以看起来就是对于我们的土地的一些保护 可是其实听起来还是有对产业也有一个影响 对因为资源这一块 就是产业要发展 它其实资源是很重要 那个资源包含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水资源 我发现台湾其实水资源是相当不稳定的 那个变动很大 当然主任刚刚提的还有一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是 其实人的生活就在这一大堆的条件之下 才能够达到所谓的基本需求 或者是生命的实践 所以听起来森林好像离我们很远 但是其实森林又对于我们的长期发展是很重要的 那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跟课程 还有目前的发展趋势有关的议题 那我当然很好奇的就是 就像我会邀请主任来一样 其实我觉得蛮多人对于森林系有一些刻板印象 好那些刻板印象 当然回到一个事情是 那教授你们通常在招收学生的时候 到底学生是真的很喜欢这个系才进来的 还是就真的分数甜甜甜甜到这里的 他就进来了 好那我先回答主持人第一个问题 就是多数人对森林系的一些刻板印象 我想很多人可能还没进入到森林系的时候 都会认为森林系可能只关注 树木的种植跟管理 然后是不是经常要跑野外做调查 那事实上的话不是 因为森林系的话是一门综合学科 它涉及的领域非常广 包括我刚刚一直在提的森林生态 森林经营 森林保育跟森林利用等等领域 然后这些课程大部分是室内课 要跑野外当然有 但是只有在寒暑假 我们才有所谓的临场的实习课 所以大部分的话 我们的课程还是在室内为主 然后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 进入到我们学系的学生 是不是都清楚森林系在做些什么 还是说因为分数到了填进来 那我想学生进入到森林系的方式 会因为他的学校跟招生策略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所有的学生是不是都清楚 他所悬填的科系 是他所想要的 那一般有些学生 他可能对森林系的学习内容 跟职业的出入有相当的了解 并且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目标 主动去选择进入该系所 那这些同学们 他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跟技能 或者是他经验 个人的经验 而且的话对于森林相关领域 是有荣厚的兴趣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 有一部分的学生 可能是因为分数或其他的因素 来选择进入森林学系 那对于森林系的专业内容 跟职业出入 可能他的了解是有限的 那这些同学进来森林系之后 我们大概需要透过一些课程 跟实习的内容 来让同学们了解跟掌握相关的 一些森林知识跟技能 那当然学校方面的话 也会提供相关的教育资源跟指导 让学生可以去快速的理解 跟适应我们的专业课程 那不管学生他的管道 他是自主进入森林系 还是因为他是分数到了 或其他因素进来的 只要透过我们的课程规划 以及实习跟研究的学习 都有机会来加深认识 我们森林学相关的知识跟技能 那学校当然也会致力于 提供全面的教育 来帮助学生在这一块领域的取得 那其实连结到一个 就是孩子如果有刻板印象 或者是孩子有一些 没有很完整的认识才进来 我觉得有蛮大一部分是 除了家长不太熟 其实学校老师也不熟 说真的其实学校老师你说念生物的 生物老师就知道森林系吗 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吗 刚刚听起来好像有化学的部分 又有物理的部分 又有休闲的部分 有各种部分 那我们在森林系的经营上 有一些对于高中生 或者是老师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或者是帮助他们去了解吗 我想如何去帮助高中生 或是高中老师 甚至是家长来更了解森林系 大概有几个做法 我可以建议给各位 第一个的话我想可以邀请学生代表 如果这个学生的话是毕业于该高中 然后他又念这个森林系 那你邀请回去的话 他可以做一些今天的分享 我想这个分享的过程中 就可以让同学们或老师们 更了解森林系的课程结构 教学方式跟实习机会 以及未来毕业后的就业前景等等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也可以 高中生跟老师们组团 到中心大学校园进行参访 那我们可以安排他参观森林系的实验室 或者是仪器设备跟研究项目 让他们更能够直接的感受到 该学系的学习环境跟专业的氛围 那再来的话 当然也可以邀请我们系上老师 或森林系的老师 或者是做相关研究的一些专家学者 到高中端来进行专题演讲 介绍森林学相关的研究内容 那以及实际应用的案例 跟相关的议题 这样子的话可以让高中生 或者是高中老师们 更加的深入了解森林系 他的研究领域跟他的价值 那再来的话 高中端甚至可以邀请系上老师 来共同进行所谓的专题计划 或者是科展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想高中端跟大学端的结合 可以增强整个高中生 对于森林系他的了解 应该会更加的深入 那最后一个的话 如果上面都不是很容易进行的话 那我想现在的网路资讯非常发达 那最直接的方式的话 可以上到森林系的官网 来了解森林系的一些课程规划 跟研究方向 那这样子的话 同学们或者是老师们 也可以更加深入了解该系所 他的一个研究领域 跟未来的出入 不会主任刚刚讲了一个 老师们眼睛会一亮的 叫做一起合作指导学生专题 其实这对很多老师来讲 是还不少的压力 原因是因为 有时候孩子做的专题 在专业上 我们真的能理解的部分 没有那么多 或者是说 我们可能相关的资源 或设备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各位中部的地区的高中老师们 要把握机会 其实我以前自己学生做客展 也遇到这个状况 就是孩子们 他们想做的东西 有一些 比如说是 直指交换膜的合成 那这个 我的学校我就很难处理 包含要去测量 它的一些性质 我们后来就找了 台大材料系的 那教授们 当然听完学生 想要研究的主题 就觉得这个OK 因为跟他研究是很像 他就觉得可以一起 也没有不好 所以其实学生后来很有趣 他就做了这个 大学就念材料系 研究所就又跑去台大材料所 所以他就一路就这样上来 所以其实 我想刚刚主任讲了那么多 其实森林系可以发展的部分 我觉得各位高中的老师们 跟学校的校长们 都可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其实相关的资源 真的没有那么多 那当然回到更现实的 听起来有很多可以提供的 那当然有些学习 我自己就会有些 也是我的刻板印象吧 我就在想说 那会不会招生有困难 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蛮多的家长 或孩子他的选系的考量是工作 薪水 那所以学校或者是相关的学习 在这个招生上会有遇到困难吗 少子化对高等教育来讲的话 招生是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 那森林学习在招生跟发展方面 确实面临到一些挑战 有哪些挑战 我大概简单的跟听众们说一下 那第一个话就是同学们不了解 或是家长们不了解 这个森林系他就业的前景 那一般学生家长可能认为说 森林学系他的就业前景可能是有疑虑的 那认为相关的就业的机会是有限的 那为了突破这样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系长每一年 大概都会积极的调查 毕业生他的就业情况 来提供具体的就业数据跟成功案例 目前我们会举办一些相关的座谈 或者是跟业界来合作 让学生们更了解森林行业 他的需求跟潜在的机会 这是第一个面临的挑战的问题 第二个的话 刚刚也提到了 现在的森林系跟过往的森林系不太一样 现在的森林系 他所要学的学科的知识非常多样 他牵扯的一些学科范畴更加广泛 对学生的学习压力来讲的话 也就更大 那如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挑战 我想学系主要是提供一些课程辅导 来给予学生们选修课程更加弹性 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学生去跨域学习 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跟专业的素养 那再来另外一个问题是 人才培育的实践性 这也非常重要 因为森林学习的一些领域 是需要具备有实践能力跟野外工作的经验 但是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可能因为设施跟资源的不足 限制了学生在实践方面的发展 那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学系目前积极跟业界来建立伙伴关系 来提供一些实习的机会跟研究项目 以确保我们的学生可以获得实践性的培训跟经验 比如说以目前中心大学森林系为例 我们就除了有寒暑假期间提供学生去野外实习的机会之外 那我们也跟一些工部门造职场地方的林业合作社 甚至是一些环境教育单位来合作 提供一些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的感觉 就是主任在谈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系里头想做什么 而是为了孩子们我们该做什么 就是做了非常多的考量 不管是帮助孩子去理解未来的趋势 跟自己能够有哪些资源可利用 那目前系上可能相对没办法提供的 我们也会努力去找给学生的资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用心的科系或学校的经营 其实应该要着力的部分 那当然刚刚主任已经带到了 我很想问的就是产业 就是到底森林学系相关 或者是说以你目前来看 孩子们开始出入以后 他们会接触的产业有哪一些产业类别呢 我想台湾的森林学系相关的产业的发展 这个部分跟其他国家来比 我们当然是比较小 因为台湾的人口跟我们的面积本来就比较小 但是我们大概近几年 也有一些积极的一个推动的方向 比如说第一个 在森林生态旅游产业的推动 因为台湾是一个小而美小而巧的国家 那陆地面积只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但是我们的海拔落差大概有四千公尺 那我们因为这样子的地理环境 所以我们具有热带 雅热带 温带跟寒带的森林气候 那因此台湾就自然环境 跟生物多样性来讲的话 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个也是成为吸引国外旅游 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所以相关的单位目前都会致力推动整个森林生态的观光 提供更多的生态导览 生态体验 森林游戏 甚至森林遥育等活动 那我想这些地理或是生态的条件 是其他国家可能没有办法像台湾这么丰富的 那未来是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那第二个的话是生态资源的多元利用 除了传统的木材产业之外 因为大家可能认为生态系 可能就跟木材直接相关 但是除了木材产业之外 台湾目前也开始在探索生态资源的多元利用 比如说要用植物的开发 生态产品的研究跟应用 特别是现在在推动所谓的零下经济的发展 零下经济的话就包括有断木香菇 然后生态风的产品 金线连 台湾山茶 台湾天仙果 这些等等 来提升整个森林产业的附加价值跟经济效益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在森林科技跟创新产业部分 那我想科技的进步 为森林学系相关产业也带来新的一个发展的机遇 那台湾开始在应用无人机跟摇册技术 包括一些人工智慧等先进的技术 来应用在森林的监测 或者是资源评估跟管理当中 来提升这些效率跟精准度 那我想这些积极的发展趋势 显示台湾对于森林资源重视跟永续发展的承诺 并且也为森林学系相关产业提供了更多元的发展机会 所以我突然在想到我们会不会培养的人不够多 因为看起来主任讲的范围超级大 当然刚刚讲了有三大类的产业 那回到这个产业里头 当然不会每一件事都是我们的孩子做 那到底我们的孩子进到这些不同的产业 或者是说也不只是产业 包含我们刚刚可能一开始在节目空间我们在聊的 就是有一些公部门的工作也会是森林系的孩子的出入 就是在这些产业跟我们原来有的这些产业类别里头 我们的孩子到底出入有哪一些 那这些出入都刚好是跟他的课程直接相关 还是说事实上这些出入你也发现有一些不见得是原来我们培养的重点 而是孩子进到这些产业才自己发展出来的呢 好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想也是很多高中生或者是高中家长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题目了 那森林系的学生他的出入其实非常多样 那这些出入的话可以是透过学校课程安排相关的 那也可以是学生在职场当中自行发展出来的 那我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我们毕业的学生大概在哪几个类别里面比较多 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林业职系的相关工职 工部门的部分就包括我们常听到的林务局 国家公园 旅游局 县市政府的荣联单位 还包括林业试验所 科博馆 还有特有生物保育中心以及工艺研究中心 这是在工职部分最多投入的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是研究机构 我们很多的学生他未来进入包括有工研院 中研院 那也包括一些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那以及材端法人的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 还有一些相关的材端法人的科技研发中心 那第三个的话也是我们很多同学进入的行业 就是所谓的环境议题的相关产业 那包括有环境顾问公司 资源调查公司 非盈利组织以及环境教育的事业领域等等 那再来的话是产业界 产业界部分的话主要就是刚刚所提到过的 零产品的加工 木材工业 建筑业 家具制造业 那还有一些素质化学产业跟生机产业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造纸跟它周边相关的产业 因为生机系里面的话也要学自将造纸 那这部分的话也是我们很多毕业生就业的一个场域 那再来的话就是学术界跟教职 我们很多的毕业的同学们 他可能未来可以到高职端 特别森林科去任教 那或者是到各大专业院校里面去担任教师 那这些出入刚刚提到过的 可以是透过我们课程的安排跟实习相关 那也可以透过是学生们进入职场后自己发展出来的 刚刚讲造纸业 我突然想到一个造纸业 卫生纸算吗 是 所以他们也可以去 那去会做什么事 目前国内非常知名的造纸厂 就是正农股汾有限公司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 可能这个公司名称没听过 但是你一定用过他们家产品 春风面子或普攻音 还有中华制将场 那这两间公司 他们现任的总经理 都是我们中心大学生年期毕业的杰出系友 所以我们很多的学弟妹进入到职场里面 都受到这些前辈的照顾 所以就变成对大家想得到的 反正只要他的原料来自于森林 他大概都可以是他就业的地方 所以也不太需要担心说孩子从森林系毕业会不会没有工作 对吧 除非他一心只想考工职 因为我其实也有一个学生念森林系 他最后为了考那个巡守员 一直考一直考 但他前面会先做别的工作 或者是做一些研究助理 但他就是一心很想去保护森林 所以他就一直想做这个工作 我刚刚讲到那个巡守员 我又突然想到 其实是刚刚主任在前面讲的时候 我很想问的 像石虎保育 森林系的人会跟这件事有关吗 因为他好像是野生动物保护 可是他又在森林里头的保育的一部分 对以大方向来看的话 事实上这些保育 也是在我们整个森林系的一个环节里面 所以我刚刚讲的 我们因应整个环境的变迁部分 我们加入了野生动物的管理跟保病 所以他就会变成不是只有念 跟比如说跟动物相关的戏了 他可能真的要跟森林系有些合作 因为有七地富裕的问题 应该这样说 你的出入有多广 就在于你的想象力有多大 没错 所以你能够想象就OK 那大家回到最源头的问题就是 那到底什么特质的孩子 适合进入相关的学系呢 好那我刚刚讲的 我们中心大学的森林系 大概分为两个主别 一个是林学组 一个是木材科学组 那我想林学组的部分的话 它涉及到的是有关于森林的生物 保育生态育林 然后还有遗传育种 跟森林经营管理等等 那所以只要你是对自然环境 跟生物保育有荣厚兴趣的同学 我想都非常适合进入到我们的林学组 那另外木材科学组的话 主要是专注在木材的结构 性质加工跟应用 比如刚刚讲的造纸也是其中一环 那生殖能源也是其中的一环 所以对于木材 其他在应用在建筑家具 枝江造纸 天然药物的开发 然后刚刚我提到的生物复合材料 以及生殖能源 这些领域你有兴趣的同学 也非常适合来进入到我们的木材科学组 那再来的话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特质 因为在生殖学系里面的话 学生往往需要团队成员的一个合作 才有办法去完成专题讨论 或者是研究工作 那所以具备有良好的团队合作 跟沟通能力的特质 我想也是非常适合来进入到 我们的系组来就读 所以一个是你对整个森林场域 有兴趣的 对不对 另外就是对于衍生的这些应用 木材有关的应用 不管是比较一般木头的运用或进阶的能源的 或者永续运用 这两个部分你都有兴趣的都可以 所以是实际上对这件事有兴趣 再来一个就是合作 其实进到森林一个人我就觉得蛮危险 所以不只是学森林要解决问题需要团队的人 你进到森林也很难是一个人 那如果对应高中的科目 他有真的需要哪一个科目特别好 还是其实也还好 就进来再学都可以呢 对应到高中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在林学组部分的话主要是生物 生物课程如果你特别强的话 我觉得非常适合来练我们的林学组 因为我们在这部分的加权 我们是有加倍的 那对于木材科学组的话 主要就是在物理跟化学部分 如果你这两科特别强的话 也适合来练我们的木材科学组 OK 所以如果你物理跟化学好 可是你又不想单纯你有真正的物理跟化学 你想要应用的部分 好 这个你也可以考虑 对好 那刚刚其实主任提了非常多森林系的现在 那您自己对森林系的未来发展呢 长远的发展你有没有什么期待或想象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是我想这题目非常大 那我试着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对于整个森林系的未来的发展 我想它的期待的话 可以分为几个点来跟各位说明 第一个的话就是在强化永续发展教育部分 那我期待森林学系未来能够在更加的强化永续发展教育这一块 将可持续的这个观念跟实践贯穿在我们整个学习过程里面 那这部分它就包括可以深入的去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保育跟恢复 来推动可持续的业管理来对应气候变迁 以及功能性生物材料的开发跟永续利用这方面的教育内容 第二个的话是跨域知识的整合 我刚刚一直在讲 因为森林系它所学的学科非常广 所以我希望森林学系能够进一步去整合跨科学的知识 跟其他的学科比如说环境科学 资讯工程生物学以及材料科学等进行相关的合作跟交流 那这个有助于来提供更全面的教育内容 来培养我们的学生具备多元化的专业技能 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再来的话就是强化业界合作跟落实学用合一 其他的话就是森林学系能够进一步的去加强跟业界的合作 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那透过跟业界的密切合作 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更加理解实际应用跟市场需求 并且将所学的知识能够化为实践能力 那我想这个对于国内的森林产业的发展一定有所注意 那再来就是推动国际的交流跟合作 因为这是个趋势 那与国外的森林相关的学系 或者是研究机构来进行合作 这一方面可以促进交流跟分享 拓宽我们学生或者是我们老师自己的一些国际视野 来增加我们国内的森林人才的一个国际竞争力跟移动力 那最后一个非常重要 我希望森林学系可以培养更多的领导者跟倡议者 那这个的话能够在森林资源永续发展 跟环境保护等议题上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所以其实主任提的五个大的面向 当然有一部分就我抓了关键字 永续跨域实用跟国际还有倡议 也就是说你在专业上可以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些帮助 但你在议题上也可以做一个发动者 更多的是怎么样从国际的经验或台湾的经验 可以做一个交换 让整个世界在永续的这件事情上获得一些注意 那我觉得其实我今天本来不像在访问 我刚刚一直边听边在想说 我赚到了 就是这一集访问完 我好像在听一个专题课 很短的时间内很精实的 不只是理解森林系 我觉得我理解到的比较是 原来森林跟我们有这么多的连结 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 在这一集的节目听完以后 突然觉得原来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认识的事情 那我想谢谢主任带来这么深刻的观点 那也希望各位如果身边有相关的一些小朋友们 有一些孩子们一些学生 如果想要投入这样的领域 也欢迎大家可以鼓励他们 或来帮助他们对于这个领域有更多的认识 谢谢主任 好谢谢韦音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邀请您关注节目粉丝团动态 并与我们互动 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好家庭联播网 台北Bravo FM9 1.3 台中古典月台 FM 97.7 也邀请您上Podcast搜寻订阅教育不一样 感谢国立中兴大学森林学系的系主任 吴志宏教授今天来节目受访 我是蓝卫银 教育不一样 我们周六上午八点见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教育不一样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教育不一样